你不能强迫我吃 你强迫我不吃 所以文革的时候 也受到很大的打击 但是还是坚持住吃树 从不改 不仅仅不改这个吃树 而且从不杀生 甚至那个时候弄到老改农场 分配给我们师父种地 种很多地 别人种地分配的 上面分配的有农药 你有多少地 给你分配多少农药 你要去杀虫 但是师父从来不用 从来不去杀生 最多就是用我们那个 残门日送里面 说这个地里如果有虫 怎么办呢 念咒超度 我师父常常围绕着这个地 念咒超度它们 虫不杀生 自己坚决地 就是守住这个 我师父叫进口树 进口树 所以我师父说 点香要香 吃树要净 吃树要吃得 干干净净 所以那个时候不仅 吃树不杀生 而且还怎么样呢 而且还要放生 那个时候很少钱 你说这个出家人 是最没有社会地位的 最没有社会地位的 那时候你吃饭 要有粮票 要有饭票 我们中国都是讲那个 都不够用 但是师父节约下来 把这些节约下来 变出一点钱 变出一点钱 到这个市场 看到别人 有那个尽量把自己的钱买一些 买一些放到哪里呢 那个时代没有放生池 怎么办呢 就回到他那个老改农场 我师父管辖的一个食堂 边上一个小池塘 一个小井 那个井呢 就是四十方方 大概就这个两三个平方吧 但是深度蛮深的 把一些鱼啊 乌龟啊 螺丝啊 就养在这个里面 有的这些附近农村的小孩子呢 有时候啊 知道这里有鱼 有螺丝啊 还要来 还要来捕捉 他要来捕捉 因为那个时候 出家人没有地位的 那个时候也不准 穿出家人衣服 他要来捕 但我师父 这个时候我拦住他们 不让他们捕 跟小孩子说 你们不能这个啊 这是我放的啊 这是我念过经的啊 不能那个啊 吃了这个 回着肚子要痛的啊 结果这小孩子呢 捕捕不到 怎么办呢 有时候这个 还有时候还要 这个老和尚 真的真的坏 有时候还要跑到 还有报告 报告给某些部门 某些部门 还要写大字报 给我师父写大字报 批判他 所以这个迷信大王 死不悔改 但是我师父呢 跟我们说 他说 他这个时候 心里很开心的 说你们现在骂我坏 说我反动 有一天你就知道 越积极的越反动 像我这个越反动的 以后就是积极分子 这个两天我也在看 那过去大成就者 干嘛八大宝法王的 第五世大宝法王 对现在这个时代有受计 现在这个时代 什么人是什么呢 编导 行持恶业 善减少 你用什么善良的话 传统的 有道德的语言 给他说 他马上就辩驳你 很多理由来辩驳你 推翻你 说你没道理 这个时代 想找快乐 很难找到 到处是束缚和邪见 就这个时代 就是都说 他就跟弟子说 不要说我刚昌 嘎举要衰败 连整个佛教都要衰败 都衰败了 但是有信心的人 还是 就是 并不以此 天天 就是说 生命在这种苦的状态里 而更加的 有力的 祈祷三宝 祈祷三宝 安住在佛法当中修持 但并不是说 这个世界 所有的人 全部那样了 那我的弟子里面 还是有 依靠三宝 修持 祈祷 秘密的修行 所以莲花生 大师说 这个时代 并不是佛 菩萨 护法生 没有慈悲心了 而是现在这个时代 众生的业力 实在太厉害 很重很重 我们要深刻的去 去 去 去感受 那佛 佛菩萨 你看 大宝法王 在六七百年前 对这个时代的授记 就撤见到 这个时代 我们时代的 这个情况 莲花生 大师也是这样 也是 看到我们 这个时代的 这个状态 但是说 要祈祷啊 要祈祷 要祈祷 祈祷佛 菩萨 本尊啊 特别要祈祷 我莲花生 大师 所以我看 那个 第五四大宝法王 的授记里 他说 这个时代 还是要有一位 莲花生 大师的化身 严厉的 这个 吹破 把邪魔的 那个邪志 邪剑 把它打破 彰显出 这个正 正确的真理 真正的这种 这个生命 真正的真谛出来 像阳光 重现于天下 最后 还是要靠 这个就是 大宝法王的 这个授记文里面 清楚地讲到 所以 我跟我们法师 还在商量 到底是谁呢 到底是谁呢 但是今年 我看 大宝法王 讲课里说了 请大家要多 祈祷 莲花生大师 而且他说了 所有的 大宝法王的名字里 他说 我的名字是 莲花生大师 赐给我的 特别在我的名字里 有乌鲸两个字 请问乌鲸是谁 乌鲸就是 莲花生大师 我们 常常在 藏地都是 喊乌鲸 乌鲸 因为莲师的刹土 就是叫乌鲸刹土 所以莲师 莲师就叫乌鲸 所以在我的名字里 就有乌鲸两个字 莲花生大师 赐给我的 乌鲸两个字 我跟莲花生大师 有极特殊的姻缘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现在不知道 谁是莲花生大师的时候 那大宝法王 十七世大宝法王 就是我们众生 跟莲花生大师 最好的桥梁 最好的桥梁 所以我们常常的要念 嘎玛巴 所以大宝法王 也跟着我们说 他说我也念嘎玛巴 但是我念的嘎玛巴 是什么意思 所有一切行持佛事业的人 都叫嘎玛巴 我那个时候 一想到这个 那个寒毛指数 不管是被认定的 还是没有认定的 是出家的 还是在家的 各行各业 所有佛菩萨的化身 所有在意念佛 这个修佛 在行佛事业的 一切的 全部叫嘎玛巴 这个还了得 这个是诸佛的 这个悲愿海啊 悲愿海的另一个名字 就叫嘎玛巴了 所以这个嘎玛巴 的加持力太大了 所以 法王 他老人家他也说啊 我亲自在菩提家 也我们一起啊 听他老人家说 什么是我嘎举传承 一切有菩提心的人 都是我的嘎举传承 嘎举有没有 有没有界限 没有的 所有有菩提心的人 都是嘎举 嘎举是什么意思 嘎举是实修的意思 耳传实修的意思 就是实际的去行持 佛的事业的人 把佛的这个理论 用在你的行为上 去实践的人 叫嘎举 行持佛陀事业的人 所以这个嘎玛巴 太无量无边了 他不仅仅是 大宝法王一个人 所以大宝法王说 我也念 我也念嘎玛巴 所以这个 我一念嘎玛巴 这个嘎玛巴的时候 首先 一切诸佛的总集 嘎玛巴尊者 然后又幻现出 所有的诸佛菩萨 在人间的 在六道的 在此世界 他方世界 十方三世 这个 所有一切 诸佛菩萨的化现 都叫嘎玛巴 所以我这样一观想的时候 特别还是 我也看过那 几位法王子 是怎么念嘎玛巴的 还有几位那上座 上座的那个 像 竹青法王 创古 老人薄切 天嘎人薄切 我们跟他 坐得很近 他们很慈悲 我们的座位 坐得很近 他们念的时候 咱们合掌 咱们声口意 都安住在这里面 甚至他的口型 他的声音 他表现出的那种 投入 一心一意的祈祷 跟嘎玛巴 跟眼前的 阿法王 融成一体的那种状态 我都在观察 也包括 这个数千僧众 一起的 称颂起 嘎玛巴的 这种祈祷的时候 那种震撼 你知道 我们第一次 听到这样子的 祈祷的时候 我们尊贵 慈悲的海盗法师 怎么样 你知道吗 泪流满面 合着长 泪流满面 就在那哭啊 你看 我也是啊 我也是 这个 太震撼了 我们现在一起来念 嘎玛巴巴 大包法王 为一切三界 轮回的苦海众生 让苦海枯竭掉 让轮回终结吧 让一切众生 都撕自己轮回的苦 觉悟 忏悔 投入到诸佛菩萨的怀抱 融化在光明的莲花当中 往生极乐世界 咱玛巴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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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重点就要放在我们这个超度 但是 今天来的所有的这些无形众生们 特别是屠宰场 这些苦难的 这些众生们 他们 甚至也是在听了佛法之后 他们也觉悟到轮回的苦 觉悟到轮回的苦 经历了这样的苦之后 他也不想再领回了 但是他的业力会觉得 我是这只鸡啊 所以我们要 真的要生起一个大悲心来 而且 不单单这个鸡被杀了 你看现在 他们怎么处在什么样的境界 参加我们法会呢 他有的被毛都拔掉了 他认为我就毛被拔掉了 有的肚子被破开了 有的腿都被折断了 有的头颅 头都被 皮都被剥了 所以 所以我们念七宝如来的时候 那个妙色生如来 很重要 把他们修复 修复 那还有因为杀生 得果报的重生 鸡不是说他杀了 他的亡魂 就那个了 有的亡魂去报仇去了 谁吃他的 谁砍他的 谁杀他的 甚至谁养他的 他都报仇去了 缘有头 再有主意都报仇去了 所以刚才 他们又跟我说 刚才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又来了一批众生 什么众生呢 疯人院里出来的 请问疯人院里什么众生 这就是已经被报仇报到的 一个人为什么会神经病 这就是我们修复的 我们修复的 估计 感谢观看